好啊,小伙伴们,又是韩家宣诗,我们继续进入到糖水公式的学习当中 那这个糖水公式呢,顾名思义跟糖水有一定关系,帮助我们去理解 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一个分式,我的分子分母同时需要加上一个数之后 那这个整个分式的结果会如何变的问题 所以它考虑的是一个动态的变化,它考虑的是一个变化问题 那么这样的变化呢,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在物理当中也比较常见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之为糖水公式 比如说A分之B,那如果我分子分母同时加了个C 那这个值和A分之B之间什么关系呢 那注意啊,这个时候加的这个C啊,是一个正数 是一个正数啊,它不像你数学一样,它加个复数 对物理当中都适大适大往里加进去,能理解吧 那这个值会变大还是变小呢,你会发现挺难理解的,对不对 在真正如果通过数学去算的话 那其实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各种复杂运算 很简单,就是前者大业后者 为什么呢?你只需要把上面这个东西啊,把它想象成是溶质 啊,溶质的这个质量 下面的话呢,你只需要想象成是溶液的质量啊 就整个的质量啊,上面是溶质的质量 下面是溶液的质量 我们在初中的时候,我们都学过啊 就是所对应的这个溶液的浓度,对不对 那这个柿子它不就相当于是浓度嘛 那我们都知道啊,对于一个糖水,我里面如果加糖 它的溶质和溶液都会增加这么多 但是这个糖呢,浓度一定会变高,一定会变甜,对不对 啊,所以就很容易理解了啊 那就是这样一个柿子,只要里面分子分母同加同一个证数 那么对应的这个整个的比值一定会变大的啊 浓度升高了,所以就很容易解释这件事象 好,那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的问题 那么以后物理上呢,我们也会涉及到相关的比较啊 那么用到的时候,哎,我们就直接可以通过这个糖水公式理解 那第二个的话,它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比如说啊,如果一个这个A比B,它是等于这个C比D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还应该知道什么呢 就是其实这个柿子还应该等于A加C比上B加D 这什么意思呢,这相当于是把两个浓度相同的溶液混合 对吧,如果两个一样的这个这个啊 一样成分的容易啊,浓度又是相同的啊 它可以这个总质量不一样 但是如果浓度相同,那么混合后 是不是还是那个浓度,对不对 如果他们两个的浓度相同 那么混合后的浓度应该是不变的啊 这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一些 所用的快速需要你的数学运算啊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大方一彩了 好吧,小伙伴们 OK,好了,那么今天的糖水公式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好了 感谢观看